根据研究发现,仅仅改善饮食,就有望使预期寿命延长十年以上。 即使到了八十岁,改变饮食习惯同样有助于延长寿命。 保持良好的饮食习惯对维持身体健康很有帮助,老话说并从口入, 很多人在吃东西时总是管不住嘴,导致自己的身体出现一系列问题。 就比如,一个人常常食用高糖饮料、甜点、快餐、油炸食品, 同时缺少蔬菜、水果和健康的蛋白质来源, 这种饮食习惯会导致过量的糖分和脂肪摄入, 长期下来,很可能导致肥胖、高血压、糖尿病等疾病的发生。 往往寿命短的人,在吃饭时都有三个习惯, 如果你都有,那身体可能有状况了。 三个饮食习惯,可能在减少你的寿命。 一,过度饮食或者暴饮暴食。 在生活中,可能有的人缺乏对食物摄入的控制能力, 一旦遇到自己比较喜欢吃的食物就难以停止进食。 有的人往往会在情绪波动或心理压力下寻求食物的安慰, 食物成为一种应对情绪的方式。 而出现过度饮食或者暴饮暴食的行为, 这种饮食习惯对身体健康非常不利。 过度饮食或者暴饮暴食会导致摄入过多的能量, 这超过了身体所需,很容易导致身体肥胖, 像一些慢性疾病发生的概率会加大。 其次,过度饮食或者暴饮暴食会加重消化系统的负担, 容易引发胃痛、胀气等消化不良反应。 此外,暴饮暴食还会产生心理问题, 可能会导致自卑心上升,负面情绪增多。 不要吃得过多,同时我们也不要吃得太少, 适量进食有助于维持健康的体重。 我们可以根据需要合理调整食物的摄入量。 二,经常食用过于油腻或者高盐的食物。 在生活中,有的人喜欢吃过于油腻的食物, 不管炒什么菜都喜欢放比较多的油。 还有的人总是感觉口味淡,会比较喜欢吃大咸的食物。 不管炒啥菜都喜欢多放盐。 经常食用过于油腻的食物或者高盐的食物, 同样非常不利于身体健康。 过于油腻的食物含有高能量的脂肪, 长期摄入会引起肥胖及代谢综合症的发生。 而长期食用高盐的食物会导致体内纳离子浓度升高, 可能会增加动脉硬化、关心病、心脏衰竭等疾病的发生风险。 此外,长期食用高盐的食物还会导致钙质从骨骼中流失, 会增加骨质疏松症的发生。 我们平常在做菜时要控制盐的量, 并且要多食用新鲜的蔬菜和水果, 这样可以改善身体的健康状态。 三,吃饭不规律,有的人吃饭比较随意, 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, 就比如不爱吃早餐,睡觉前要吃夜宵, 饿的时候肚子长期处于空腹的状态, 有食物的时候又吃得很撑, 反正就是吃饭没有一点规律性, 这同样对身体损害很大。 吃饭不规律会引起消化系统不适应, 长时间不进食或者跳过正餐会导致胃酸分泌异常, 容易导致肠胃蠕动紊乱, 对肠胃的损害很大。 此外,吃饭不规律会导致人体新陈代谢紊乱, 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。 增加寿命的六个小习惯, 别不当回事。 一,均衡饮食。 很多人,尤其是小孩都有挑食的习惯, 比如吃吃大鱼大肉, 不爱吃蔬菜水果, 不爱吃粗粮, 其实每种食材都有其特定的营养和功效, 保持均衡的饮食非常重要, 除了要补充碳水化合物、脂肪、蛋白之外, 我们还要多吃水果和蔬菜, 同时控制脂肪、糖分、盐分的摄入, 这样才能保持身体健康。 二,慢慢咀嚼。 我们在吃饭时不要太慌太急, 忌讳狼吞虎咽, 慢慢咀嚼食物有利于分泌唾液, 这样有助于消化和吸收养分, 有助于控制血糖水平, 慢慢咀嚼会更加容易感到饱腹, 这样可以控制食物的摄入, 有助于控制体重。 佛教里边吃饭有个好习惯, 每一口饭菜都嚼个二十六下, 把吃饭速度控制下来的同时, 充分调动了人体的味觉器官和消化系统, 并给皮的运转, 吸收留下充足的时间。 三,适度饮酒。 老话说小酒疑情, 大酒伤身, 在餐桌上有时候难免要喝酒, 但是喝酒我们一定控制好量, 过度饮酒会使大脑、肝脏、 心脏等器官受到损害。 四,少吃重口味的食物。 所谓的的重口味食物就是指过于油腻、 过麻、过辣、过咸的食物, 如煎炸食物、烤串等, 经常吃重口味食物对心血管不利, 尤其是对上了年纪的老人来说, 可以多吃清淡点的食物。 五,坚持吃早餐。 老话说早上吃好, 中午吃饱, 晚上要吃少, 很多人都没有吃早餐的习惯, 要么就是没时间, 要么就是不想吃, 其实早餐在一天中尤为重要。 人体经过一昼夜的代谢, 早晨血糖往往处于偏低的现象。 如果不吃早餐不仅会影响身体的发育, 而且人还容易出现四肢无力, 头晕发慌, 注意力不集中等现象。 六,少喝饮料。 这点不用多说, 饮料含糖以集添加剂, 经常喝饮料不利于身体健康, 其实我们喝水是最健康的, 正常来说, 每人每日饮水量在1500至1700毫升左右。 总结, 饮食习惯与寿命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, 健康的饮食习惯对于促进寿命的延长和维持整体身体健康非常重要。 当然除了健康的饮食习惯外, 合理的睡眠, 适当锻炼身体, 以及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对身体的健康同样非常重要。 如果你有以上不健康的饮食习惯, 那要改改了, 不要等身体出了问题才来后悔。 一日三餐饭, 无论是谁都免不了。 那么三餐饭究竟要怎么吃? 其实是很有讲究的。 如果你真会吃的话, 不仅能够吃出健康, 还能吃出福报, 如果你不会吃, 所谓病从口入或从口出, 不仅会损害到自己的身体健康, 还会有损福报, 一定要引起重视。 学佛的人都知道, 佛教当中是严格戒杀的。 杀生是佛教根本戒律之手, 因为这是出于对众生一种慈悲心, 用同理之心去看待一切众生, 将一切都感同身受。 佛说六道轮回, 对方即使是堕入三恶道的畜生, 他们也是有感情, 有知觉的。 在被伤害的同时, 他们会万分惊恐和痛苦, 并由此产生嗔恨, 将来一定会所求果报。 因此佛教从慈悲心的角度出发, 提倡吃素放生, 奉劝大家选择素食, 不仅对身体更加健康, 同时因为免去了杀业, 无形之中也给自己积累了极大的福报。 这是非常令人赞叹的。 因此不少佛弟子学佛之后, 明白了佛法开示的因果循环, 六道轮回的道理, 一般来说, 首先就会主动地断除荤腥, 而改成吃素。 同时, 也会在日常生活中, 利用各种善巧方便劝说身边的家人朋友, 让他们也能选择素食, 这都是功德无量的。 因为吃素就是最好的放生, 就是最大的功德。 只要你能够不间断地严格持戒, 并且不间断地去劝说他人, 未来的福报与功德是难以思量的。 要想劝人吃素, 其实是需要智慧的。 如果你单纯从佛法因果循环, 六道轮回的角度去劝说, 如果他人不对佛法生信, 是很难接受你的这个观点的。 也许在他们的心中, 就认为一切动物生来就是被人吃的, 他们就是一种食物, 却不知道用自己的慈悲之心去怜悯他们。 而倘若我们换一种思维, 从营养健康的角度来劝说他人选择素食, 可能就会更加容易地达到目的。 如果从健康的角度去劝说吃素, 他人便很容易接受了。 有条件者还可以选择开办素食餐厅, 借用素食餐厅这片场地来宣传素食文化, 弘扬佛法因果轮回的道理, 就会接引越来越多的人养成吃素的习惯, 也让越来越多的人有缘接触佛法。 这是真正的功德无量之事。 此外,关于素食者也有需要注意的地方。 不可只吃青菜、豆腐, 这样很容易导致营养不良。 而应加入足够的水果、坚果以及豆制品, 补充人体所需的蛋白质等多种营养元素。 其实,如果你真的从营养健康的角度, 进行合理有效的搭配, 长期坚持素食, 你的皮肤、心脑血管、免疫力等等都会有大幅度的提升。 好了,本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, 感谢您的观看。 如果您也喜欢本期内容, 请给我点个赞, 还可以在右下角点击订阅, 或者分享给您的朋友。 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。 咱们下期再见。